大家好 欢迎来到Mets学院 上节课呢我们已经学到了我们这个常量 那接着我们往下来学 来学习一下我们的运算符 首先来看一下这节课学习的内容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运算符 那运算符呢可能我们经常也遇到过 像我们写过加减乘除 这都属于我们的运算符 那其实运算符就是可以通过 给出的一个或多个值 来产生另一个值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在PARP中呢你看到 常用的运算符给大家列到这了 像算数运算符 思复串运算符 辅值运算符 比较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 执行运算符 错误意志符 那还有一些现在我们用不到的运算符呢 就没有给大家来列 那我们一项一项来看 首先看第一个算数运算符 那其实说到算数运算符呢 这个呢不学编程 我们应该也遇到过 像我们的加减乘除 包括取余 那这些简单的运算符呢 大家肯定小学的时候就学过 那接着在这里边还有两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加加减减 那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 先把前面的一个简单的带着大家来过一下就可以 来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看一下 算数运算符的例子 那加减乘除呢比较简单 效果是一样的 除以8 最后还有一个取余 也就取余这儿呢 可能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iq一个三百分号八 三对八取余 那结果余三 没问题 那再来看 那三百分号负八呢 三百分号负八 再来写一个 负三百分号八 再来一个负三百分号负八 这个呢 有可能在面试题里呢 大家可能遇到过 那其他的上面这四个呢 不用说比较简单 三对八取余 那不用说余三 三对负八取余 记住 这个负号 没有用 它和被除数的 符号有关 那现在呢 就相当于三除八是一样的效果 那现在再看 负三百分号八 和被除数的符号有关 所以说负号先落下来 接着还是余三 负三百分号负八呢 同样的也是负三 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运行一下 第五个第一个例子 看到 三三 负三 负三 那上面这些呢 我们就不用看了 这几个比较简单 那接着再往下来看 在我们的运算符中 有两个比较特殊的 加加减减 那加加减减呢 其实是叫做 递增 递减 运算符 那这个递增 递减 运算符呢 分为两种形式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的前缀形式 第二种呢 是我们的后缀形式 那来看一下 这个加加减减 运算符 我们如何来做 来 在下边来个例子 首先在这来给大家写一下 加加减减 只要搞清楚 它们的原则就可以 分为前缀和后缀形式 后缀形式 那前缀形式呢 假如说我们定一个变量 $1等于1 前缀形式 把它放到前面 $1 或者是减减的$1 都可以 前缀形式是先 加减1 再执行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后缀形式呢 也就是把它放到后面 把这个加加减减 放到后面 是先执行 再加减1 再加减1 记住 都是加减1 那无论前缀形式 后缀形式 只要搞清楚这个原则就可以 那我们可以来做个例子 就拿这个$1等于1 现在你写上一个 i call一个 加加的$1 首先看到 加加放到变量之前 前缀形式 应该是 先加1之后 再来执行 那现在输出的结果 应该是个2 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2 没问题 已经看到了 那接着我们再来试验一下 $1 等于一个1 i call一个$1 加加 那现在结果应该是多少 对 首先你发现了 加加放到变量之后 后缀形式 那后缀形式 是不是应该先 把1放到这 输出之后 是1 接着别忘了 还要加加 那当你下一次 再来输出$1的时候 这时候 $1是2 这样的一个效果 首先你应该先看到一个1 接着再来输出的时候 别忘了 还有一个加加 没有做 现在得到的结果是2 这样的形式 那加加可以 减减同样的也行 我们再来换一种形式 看看大家到底搞没有搞懂 $1 接着写一个$1 减减 i call一下$1 那现在你发现 在这儿我们作为 这个变量 做了一个减减的操作 那一开始后缀 对吧 那此时 现在这个1 还是1 那接着别忘了 还要减减 减减之后是0 在这输出的时候 应该就是0了 减减同样的也可以 是0 没问题 那你看到 我们对一个数字 对整数支持我们这种自增自减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写成一个$1 等于一个浮点数 试一下是否支持我们的自增自减 运算符 i call一个 加加的$1 那如果支持的话 应该看到的是 2.2 没问题 证明浮点数 支持自增 那接着再来看一下 是否支持自减 $1等于一个1.2 i call一个 减减的$1 同样的对于数字形 它是支持的 你看到一个0.2 这样的效果 好 在这先写第一个规则 对于数字形 支持自增自减 运算符 那再往下 数字支持 我们来试验一下 布尔类型是否支持呢 写上一个$1等于一个处 那接着我i call一个 加加的$1 如果支持的话 应该看到的结果是几 对 是2 那如果不支持呢 那现在你会看到 1 不支持为什么是1呢 对 还记得我们学过 类型转换的时候 你输出一个 布尔类型的时候 转换成字符串 处会转换成字符串的1 这样的形式 那布尔类型不支持自增 那是不是不支持前缀形式的自增呢 我们再来 i call一个$1等于一个处 i call一个$1加加 再i call一个$1 你看到 确实是不支持自增 同样的字减 它也不支持 会看到两个1 会看到两个1 字减呢 也是不支持 先把它给你写到这 字减呢 你可以下来之后试验一下 布尔类型 不支持自增 字减运算符 那布尔类型不支持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 空是否支持 写成一个$1等一个$1 接着我还i call一个加加的$1 那这时候如果支持的话 你会看到一个结果是 我们来一个红线 color read 你会看到支持的话是1 那首先呢 now转换成数值型的时候 是不是0呀 对吧 接着加加之后看到了1 支持自增类型 支持我们的自增运算符 那接着再看一下 是否支持自减呢 我们来实验一下 $1等一个no i call一个-减的$1 不 这个no是不支持自减的 接着你看到两条线之间 什么也没有 那证明是不是不支持 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 在这写一个a 逗号 再来一个逗号b a和b之间就是我们的$1的值 那你会看到 a和b之间什么也没有 证明它是一个空 now转换成空字符串 这样的一个形式 好 首先呢 now只支持自增 自增不支持自减 记住这个规则就没有问题 那最后还剩下一个什么呢 对 自负串 那自负串类型是否支持呢 首先来看一下 $1等一个a 那现在 i call一个加加的$1 那如果支持的情况下 是不是应该出现一个 什么呀 对 猜也能猜到 a到z26个字母 比a大一点的 是不是到b了 对吧 来一个绿线 如果支持的话 你会看到一个b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是否支持 支持 那支持自增 我们再来试验一下 是否支持自减 等一个b i call一个减减的$1 刷新 如果支持的话 应该看到的是a 那现在你来看一下 看到的是不还是b 证明自负串 只支持自增 不支持自减 那接着小写的可以 那再来试验一下大写的 $1等一个大写的a i call一个加加的$1 同样的也是支持的 你看到是b 支持 自负串 只支持自增 不支持自减 不支持自减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再往下来看一下 有一种特殊的 对吧 在这来写个什么呢 写成一个 $1等一个多少呢 等一个z 那现在z是不是 26个字母中最大的呀 对吧 那现在相当于我们 9加1还要进位呢 同样的z 到最大之后 你再加1的话 它也会进位 加加的 到了字吧 那进的一位呢 进到它最小的 不是1了 而是谁呀 最小的字母是a 所以说你会看到 一个a这样的一个效果 aa的一个效果 这一块搞懂之后 同样的 再来看一个特殊的 等一个a 1 这也是一个字符串 但是你看到 字符串的末尾 是数字 那对于数字 它首先这样来 加加之后 是对数字的方向 进行加 现在看到的结果 应该是一个a2 来看一下 a2 没问题 就看最后一位 是什么 那接着再往下 数字中 我们到9 9之后再加1 是不是要进位了 同样的 你来看 写成一个a9 i口一个加加的 到了字符 那此时 9加1 进了一位 落下了一个0 那这个1 加到a上 相当于到b了 应该出现一个b0 看一下我们分析的 对不对 对 没问题 b0 这样一个效果 那同样反过来 也可以 这种特殊情况呢 也是大家看一下 有可能在面试题里 会遇到 等一个多少呢 等一个 1 z 现在看到 最后一位 是字母 而且到最大的了 同样的 你i口一个 加加的到了字符 那此时 z 加1之后 落下一个a 1加到1上 变成2 结果应该是一个 2a 这样的效果 没问题 那再往下 同样的 还可以来进位 两位的会了 大家三位 四位 依此类推就可以 大写小写 都一样 写成一个9z 那这时候呢 你来看 z加1进一位 对吧 之后呢 落下一个a 到了四位 落下一个a 1加到9之后 又进一位 所以说是一个10a 这种效果 大家看一下就好 知道一下这种特殊的情况 那下来之后呢 其他的 再有一些特殊的 我们可以留一个 你可以来看一下 写成一个 $1等于1 eco一个 加加的$1 再加上一个 $1 加加 接着再来这 再写一下 这是给大家留的小练习啊 大家要看一下 同样的是这一块 拿过来 反一下 把它反过来 记住 这样写的时候 它们之间一定要空格 第三个 再来一次 减减 加上一个 减减 这样的一个形式 你来看一下 结果是多少 对吧 这是给大家留的 一个小练习 好 那这节课呢 主要学习了 我们这个 运算符中的第一种 就是我们的算数运算符 稍微麻烦点的 就是这个自增自减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小作业 练习一下 那下节课呢 我们接着来学 下一个预算符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比讯得到这些词